大家好,今天我们来读一个庄子预言,大春树。 大春树,惠子对庄子说,我有一棵大春树,它的主干臃肿,小枝弯曲,它站在路边,木匠都不看,你说的话,红大却没有用处,没人听。 庄子说,你看那野猫,为了捕老鼠,左窗右跳,上窗下跳,最后中了机关,死于罗网。 再看那牦牛,大的像云,不会捉老鼠,也就不会中机关。 你说你的大树没用,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辽阔的旷野里,然后任意地在它的旁边散步,悠闲地躺在它的树荫下呢? 春树,一种大树,一种大树,臃肿,粗大笨重,红大,巨大,宏伟,窜,跳,裸网,捕捉鸟兽的网,悠闲,从容闲适。 野猫为了抓老鼠,掉进机关,牦牛不会抓老鼠,就不会掉进机关。 惠子认为庄子的话没用,庄子说他的话就像牦牛和旷野里的大树。 独庄子,独庄子,独庄子,就像在旷野里的大树边散步,在树荫下闲躺。 现在我们再来读一遍。 大春树 惠子对庄子说 我有一棵大树树,它的主干臃肿,小枝弯曲,它站在路边,木匠都不看。 你说的话,红大,却没有用处,没人听。 庄子说 你看那野猫,为了捕老鼠,左窗右跳,上窗下跳,最后中了机关,死于罗网。 再看那牦牛,大的像云,不会捉老鼠,也就不会中机关。 你说你的大树没用,那你为什么不把它种在辽阔的旷野里,然后任意地在它的旁边散步,悠闲地躺在它的树荫下呢?